大家好,我是阿勇 鱼香炒蛋是一道充满魅力的家常菜 以其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口感深受人们的吸引 这道菜将鸡蛋的鲜嫩与鱼香的调料浓郁完美结合 每一口当然陶醉其中 现在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来走进鱼香炒蛋的精彩制作之旅 制作这个鱼香炒蛋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食材 食克干木耳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食材 却能在这道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木耳倒入开水泡发 热水能迅速激活木耳的细胞结构 使其舒展膨胀 释放出独特的口感和香气 在等待木耳泡发的过程中 我们先着手处理一下其他的配菜 去皮的窝笋一讲 这个窝笋脆一些嫩 我们先把这个窝笋切片 片不要切得太厚 在两毫米左右即可 切好的片我们再把它麻整齐 再给它改刀切成细丝 窝笋丝的口感清脆 为了这道菜增添了一份清爽 下面准备一节胡萝卜 胡萝卜色泽鲜艳 同样先切片 切好片后 我们再把它麻整齐 再改刀把胡萝卜切成细丝 胡萝卜丝不仅为菜肴增添了色彩 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 下面准备少许的青椒 这个青椒脆立欲滴 下面改刀把青椒切成丝 青椒丝的加入为这道菜带来了一丝微微的辣味 丰富了口感的层次 现在我们泡发的木耳也好了 首先我们一一去掉根部 如果根部不去除 吃到嘴里就会发现口感极其不好 去除根部后呢 我们下面改刀把木耳切丝 木耳丝呢柔软而又韧性 在吸收了鱼香调料的味道后呢 更加的美味可够 现在我们在盘中看到就准备好的配菜 色彩斑斓 这样配菜让人一看会让人食于大宗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给碗中打入七到八个鸡蛋 鸡蛋呢是这道菜的主要食材之一 它鲜嫩的口感将与鱼香调料的相互融合 创造出了独特的美味 鸡蛋一一打好之后呢 我们加入食盐两克 白醋五克 然后打散备用 食盐可以增加鸡蛋的底味 白醋呢则可以使鸡蛋在炒制的过程中 更加的蓬松和嫩滑 大蒜准备二十克 先用刀鸭扁 生姜一小块拍一下 下面把二者混合切成末 二者切末呢 能为这道菜肴增添了一份浓郁的香气 准备豆瓣酱三十克 改道 把豆瓣酱里面的辣的皮和豆子呢 给它切碎 豆瓣酱是鱼香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豆瓣酱连的这个物质呢 切碎 能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 更好地激发出这个豆瓣酱的这个香味 而它的香辣的味道呢 能为这道菜带来一种独特的风味 下面准备香葱少许呢 给它改道切丁 香葱呢 为这道菜肴增添了一份清新的这个香气 现在碟子中呢 看到就是准备好的这个料头 下面呢 我们调制一个鱼香料汁 这个是鱼香炒蛋的关键所在 我们给碗中加入蚝油三十克 蚝油的香味将为这道菜肴呢 增添了一份浓郁的口感 白糖二十克 白糖的甜味可以中和鱼香调料的酸味和辣味 使味道更加的平衡 三十毫升的陈醋 陈醋的酸味是鱼香调料的重要特征之一 它能为这道菜肴带来独特的风味 下面呢 再加入四十毫升的生抽 生抽的咸味和鲜味将为这道菜肴呢 增添了一份浓郁的口感 一克鸡精 鸡精的鲜味可以提升菜肴的整体的鲜味 0.5克的胡椒粉 胡椒粉的腊味可以为知道菜肴增添了一份微微的刺激感 淀粉五克 淀粉可以使鱼香调料呢更加的浓郁 更好的包裹在食材上 下面呢 给它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到淀粉没有结块为止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搅拌均匀后 我们加入一百毫升的清水 再次搅拌均匀 使这个鱼香调料呢更加的顺滑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先放到一边备用 起锅放油 油热后 我们倒入淡液 淡液在热油的作用下呢 逐渐凝固 这个过程需要掌握好火候 火不能太大 否则鸡蛋容易煎糊 当蛋液逐渐凝固后呢 我们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搅散 使鸡蛋形成小块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呢 更加的鲜嫩可口 炒好的鸡蛋呢 我们产出备用 这锅其实是可以不用洗的 再次呢 我们给锅里放入少许的底油 油温六成的时候 我们放入蒜姜末 以及葱末和豆瓣酱 先炒出红油 这个过程需要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让蒜姜末葱末和豆瓣酱的香味 充分的释放出来 炒出这个豆瓣酱的红油 炒出红油之后呢 我们把火改成大火 放入胡萝卜丝 炒上十秒钟左右 胡萝卜丝呢 需要先打炒一下 这样可以使其更加的软乱 口感会更好 下面呢 我们再倒入窝笋丝 尖椒丝 以及木耳丝 这些配菜的加入呢 是菜肴更加的丰富多彩 我们把它炒制为断生 断生的程度要最好要掌握好 如果大火煸炒的话 大概在三十秒左右即可 不能炒得太熟 否则会影响口感 断生之后 我们加入提前炒制好的这个鸡蛋 给它翻炒几下 让鸡蛋与配菜呢 充分的混合 最后呢 我们倒入这个鱼香汁 鱼香汁的这个加入呢 使菜肴的味道瞬间提升 再次翻炒 让鱼香汁均匀的包裹在食材上 此时鱼香炒蛋的香味呢 会直接普遍而来 让人垂眼于地 鱼香炒蛋的魅力在于 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口感 鱼香调料的酸味 甜味 辣味 以及咸味的相互融合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味道 使鸡蛋的鲜炖的口感 与配菜清脆的口感的相互搭配 使这道菜肴呢更加的丰富多彩 木耳的柔软有韧性 胡萝卜的甜脆 莴笋的清爽 青椒的微辣 都为了这道菜增添了不同的口感层次 这道菜不仅美味可口 而仅营养丰富 鸡蛋富含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 木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和多种维生素 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好处 胡萝卜和莴笋的青椒呢 则含有维生素和纤维素 有助于促进消化和保持身体健康 炒好的这个鱼香炒蛋 我们称入到盘中 鱼香炒蛋其实非常适合 家庭制作的菜肴 它的制作过程呢 简单易学 不需要太多的烹饪技巧 只需要准备好食材 按照步骤进行操作即可 这样即可以制作出 美味可口的鱼香炒蛋 这道菜也非常适合艳客 它的独特的风味和口感呢 一定会让客人赞不绝口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将持续为你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